《特效化妝》 特效化妝就像是裝修 合一的不同的話 我們是在人的身上去裝修 我們在塑造每一個角色的時候 它都是有一個新的挑戰 我是劉吉 我是一名特效化妝師 我從入航到現在可能有15、16年了吧 我做過的片頭部 我都是頭部 印象很深刻地做《喜歐扶妖》 裡面有一個美男子的豬八戒 我是老疼啊 你看他做的表情就會 好像笑得不自然 其實這是導演追求的這種效果 對於他臉皮最終的顏色 最終的質感呈現 我們是至少做了六次不同的嘗試 最終我們是最新的一種鬼焦 我們把它硬度調得相對偏硬一些 膚質就會像刺娃娃一樣 他可能看起來比較簡單 很多可能觀眾都不覺得 他有做什麼特效化妝 只是花了一個精緻聯絡 我覺得好的特效 不阻合痕跡的 是讓人看不出來的 20年前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麼是特效化妝 我比較喜歡這個視頻 一群人進到一個鬼屋裡 然後我看到片尾的時候 才介紹說這裡面很多的角色 是Michael自己扮演的 當時就是有一種憧憬 我就覺得說這個東西太炫酷了 我想都是這樣的職業 花痕妝應該算是基礎吧 然後我跟同學就去惡搞 然後讓醫生看 醫生還真的就拿出雞精綿 要給你消毒之類的 然後我就說 醫生你真的沒看出來嗎 醫生就夢了什麼看出來 你不同夢什麼的 真的沒有看出來 我們如果自己受傷了 第一件事情先是拍照 我們會記錄那個好的時候 好的過程 多長時間結家才找 挺變態的想想是不是 特效化妝其實 從我們給演員脫膜開始 這只是一個起步 演員脫完膜以後 我們會有一個陰的模具 然後我們在這裡要關注石膏 看石膏在若干小事乾了以後 會出來一個很演員1比1的石膏頭膜 在這個石膏頭膜上去進行雕塑創作 如果是老年裝的話 一個出色的雕塑師大概需要7天 都得把它的細緻到毛孔 去拿最細的一支筆去點出來 雕塑完成之後 我們還需要對這個雕塑進行切片 要設計好每一片和每一片相銜接的位置 都必須很薄 薄到像蟬翼一般 才會在臉上消失 特效化妝最難的其實不是上妝的過程 其實更重要的是創意 創意是無窮無盡的 那如果我們設計的是一個怪獸 那這個怪獸因為太籠統了 你怎麼樣能確保這個怪獸 到底真還是假呢 參考爬行動物 深海動物 各種各樣的動物 然後把它想像成和人的結合 從那些大自然的那些生物身上 照顏色 照紋理的變化 然後把它融合在自己的雕塑裡 這樣的話 你就覺得這個東西好像很實在 我好像在那裡見過 實際上是給觀眾一種誤導 你看西遊記為什麼成功 因為中國人古今裡面接受這種東西 你看他們舉手特骨 都是京劇的表演唱法 你看沙森說什麼 大師兄 他這個動作 他連這個手勢都沒變 他是京劇 裏的各種各樣的鬼怪 給劇上來 我覺得那個東西挺中國風 你為什麼會覺得美 因為你感同身受中國人 在血液裡流淌了五千年的文明 所以我一直在研究中國文化的方面 我想創造一系 是屬於中國人自己的這個角色 有些心事 歷史文化的主題 當中文化了一個樣子 是屬於中國人 人藝在隔壁 永遠也堅在那裡 你會想到這個海稿 我們家人